整个事件的发生到现在大家就说呢 想知道到底他说的有多少是真实 或者有多少根本就是随便乱走的 出现了很多变化之后呢 甚至在现在大家一再的想要了解 黄姓少年状况如何 他现在根本都失联了 他到底在哪里 他舅舅甚至开玩笑说干脆把他放生好了 可是我们赫然看到了部落格 本来大家引以为据的部落格 今天也传出来的所谓的双包论 也就是有两个黄姓少年的部落格 但是两个写的截然不同 黄老师的吸引标题大大的五个字 黄姓少年在26号深夜10点55分 在新开设的部落格上写下字体的新生 一开头黄姓少年用谦卑的语气写着 自己或许用太过于夸大不真实的言词文字 包装美化自己是错的 不过接下来的我一定会以最真实的面貌 面对你们 而你们指的就是黄姓少年的学生们 另外黄姓少年强调从20号开始 就不曾在网路上有任何发言 声称是黄姓少年的好友 试图与他通上电话 但电话接通后 黄姓少年却是不回话 两个号称都是黄姓少年的部落格 但发表的文章却是呈现出不同风格 全黑风格的部落格写着 你们媒体不是都很喜欢 问人家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怎么这两天都没有人问我 但另一边与绿色竹目当称底的部落格 却写着说因为媒体的关注报道 让我无法附和所以躲了起来 再来黄姓少年说主法起伏法会的刊组 仁波切是假喇嘛 现在又说从与仁波切接触至今 都是抱着尊敬的心态 怎么可能说出仁波切是假的话 与其南沿北侧的角色也不断在转换 现在黄姓少年又发表最新的文章说 无名的部落格可以说是他的 也可以说不是 文章在脑是由经纪人情人写的 与他的作风截然不同 到底哪一个才是黄姓少年 他本人的部落格 真真假假 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 中文新闻底名单 上半仙台北采访报道 而我们再来讲